台湾的公共电视台请来了金钟奖的导演刘松 拍摄了关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几个特别令人瞩目的存保 整个我们所有的国宝呢 在这个地方有70万件的艺术文化 也代表了中国文化里头最重要的一些作品 你最喜欢的翠鱼白菜 北宋最著名的画作西山行李图 都是这一次拍摄的焦点 拍摄不只是拍摄它的图像 还告诉你它的历史 公共电视播出的时间是5月16号 跟5月23号晚上10点钟 非常感谢公共电视独家授权 给文钱社交报 为大家做出关于这个节目里头的简介 我看了非常美 浩瀚的历史面前 我们屈膝赞叹 台湾公共电视 和金钟奖导演刘松 打造纪录片对焦国宝 让我们近距离触摸 那活生生的珍宝 玉石 创作者和映石无尽头的歌切对话 无怪乎古言 人魔玉 玉也魔人 善雕玉者 齐心如玉 首先 我们要触摸的 是所有历代玉石中最著名的一件 一是故宫中最耀眼的巨星 翠玉百菜 翠玉百菜的玉是灰玉 俗称翡翠 其实过去中国人独钟的是闪玉 因为受儒家的影响 这位玉就是要温润与内敛 但翡翠则不同了 像是凤凰一般 它晶莹 华丽 骄傲又外放 具有强烈的装饰性 好玩吧 翠玉百菜 这个不同于传统审美观的金雕细琢 却依然以它的光彩 那么征服了我们 或许你好奇翠玉百菜的身世 北京紫禁城永和宫 这里光绪皇帝妃子景妃的景宫 据考察就是翠玉百菜原始的保存之地 有人推测翠玉百菜是景妃 嫁入皇室的假装之一 尤其翠玉百菜洁白的菜参与青绿的叶子 象征了景妃绅士的清清白白 而停在叶子上的蝗虫 比中丝繁衍育度快 寓意了多子多孙 不过 最折服我们的是翠玉百菜其实并不完美 镜头拉近细看 它的玉才有着裂痕与斑块 但是裂痕却巧妙地隐藏在叶脉之中 而斑块则成为历经双害的洞痕 大自然的彩笔 亿万年的雕琢 反而将这块看似不完美的石头 彩绘成白云绿的浑然天成 再加上一位慧眼独具的将士 赞叹天成的公义极致 原来在上帝眼中 没有一样是错误的缺陷 不完美的绝美反而更永恒动人 就像我们的生命 一千年前的北宋 山水化空前蓬勃的时代 其中多少慕名而来的只为它 育有故宫博物院的蒙娜丽莎之 西山行旅图 宽103.3公分 长206.3公分 创作于西元一千年左右的北宋时期 我们有幸拥有西山行旅图 已经千年之久 而汇出这不朽之作的是范宽 自重力 本名叫中正 因为性情宽厚 因此人称范宽 一位宽厚千倍的画家 却汇出两公尺高的大轴 范宽汇出了故乡陕西 那一片黄土高原的巨碑矗立 伟鹅雄壮 更汇出了人类的灵魂 在浩瀚神秘下的渺小震撼 千年来 艺术史家不断探究 为何范宽能表现出 独然的雄伟庄严 以朴素感动 原来 出自于范宽巧妙的空间布局 也就是构图 范宽运用前景 中景 及大山远景的三角几个造型 规划出了观画者的视角方向 形成中轴线 因此越向上看 越有同举之势 更有大山堂堂的高度感 与力道 这种中轴线构图 也是北宋山水画的特征之一 而把西山行律图平分成六等份 前景居实及中景山岗 各占画的六分之一 远景高峰则占了三分之二的画面 范宽利用前 中 远景的不同比例配置 将主峰的六份画面呈现十分的力量 于是 当我们凝视着西山行律图 仿佛整座山峰压顶而来的凝重 而观看西山行律图 还有一处珍贵 画中有一行旅旅队 如同内陆的崎岖山区 在巨石与山岗间的蜿蜒小路 赫然看见 两名旅人一前一后正赶着四肢 背着货物的驢子缓缓而行 这一渺小的驢队与壮阔的山水 呈现极大的比例反差 这是毕生没有围观的平民画家范宽 在行走于大山对自然的折服称谓 也是古今中卫的画家 毕生临摹想揣摩一代画家的细致心境 向西山行律图说再见前 还有个故事要告诉你 能发现这幅千古名画是出自谁手 是个意外的发现真旅 原来西山行律图在历史上 长期处于不确定画家的状态 直到清乾隆朝还认为此画无款印 而不甚重视 结果1958年故宫书画处库房工友牛姓群 无意间赫然发现西山行律图的树丛里有字 有趣的是牛姓群并不试字 立刻请当时的书画处处长李林灿仔细观看 这一看惊觉竟然是范宽两字 这是画时代的发现 因为寻找范宽的签名多困难 得先找到跟在旅队后边的脚夫 脚夫背后的树叶之中 才恍然大悟地发现范宽的签名 不可思议的发现过程 从此才确定了西山行律图为范宽所作 一位平民画家 汇出不朽的矿石之作 一位不试字的工友发现巨作的秘密 经历西山行律图 经历造物中的外国人安排 我们来看一下周五的美国股市 周五的美国股市维持上涨的局面 涨幅0.24% 涨幅变得比较小了 一整周呢 我们来看一下道琼指数 在礼拜二就登上了新高 那么继续上涨到周五的时候 已经是15118.49点 一整周上涨了114.53点 总共涨幅是0.97% Next指数涨幅是1.72% 主要是出现在苹果的股价涨幅 Next指数已经登上了3436.58 S&P指数呢 更是破了1600 S&P指数是这一次 金融海啸里头最重要的指数 目前已经完全恢复到 2007年刺激房贷风暴时候的指数 是1633.70 涨幅1.19% 就是一整周的涨幅 美股纷纷各大指数都创下了一个 从金融海啸以来的一个新高 而美元对日元的汇率也是我们今天文献 世界周报的主题 在周五的时候 日元继续扁到101.59 一整周日元是扁了2.62% 那么这个价格呢 也造成了整个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整个日本存在国际经济 它国内经济 以及在国内政治的改变 澳币在本周也出现了大扁的状况 澳币在本周呢 是大扁了2.88% 台湾有非常多人储蓄澳币 那么在周五的时候 它跌到甚至只剩下1.0017 快要跟美元是相等的一个价格 纽币在本周也大扁了2.71% 主要是因为澳币呢 跟纽币是连环的 那澳币呢 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数据不佳 而中国早就已经是澳洲主要的 一个出口市场 那么澳洲央行在本周 无预期的降息 早知澳币跟纽币 在本周都出现大扁的情况 而过去黄金价格呢 在整个日元大扁 以及美元基本上继续量化宽松的价格情况里头 又回到了1,400 但是没有继续的升 目前为止呢 本周是下跌了1.88% 在周五的时候下跌了32块钱 来到了-2.18 跌幅是2.18% 价格是1,436.60 全世界的经济到现在为止 我们看到的美股创下了新高 日股创下了新高 德股创下了新高 新加坡的海峡指数也创下了新高 那么这代表我们应该居然思维 还是继续看好美股 这是不是代表欧洲的 整个欧债危机已经结束了呢 答案好像并不完全 所有的答案 并不完全都是yes 待会回到文献事件财经周报 请不吝点赞订阅